国际知名数时连锁店麦当劳3月15号 在台湾要推出季节限定草莓派和冰炫风 3月12号下午3点钟 中正店和吉安店的同仁 在花莲车站前广场举行的快赏活动 除了动感热舞 还现场发送100份新品免费试吃 吸引了很多游客来排队领取 星期天下午3点钟 花莲车站前广场忽然有5位年轻女生开始跳啦啦队伍 原本还以为是在为中华队加油 结果这是国际知名连锁数时店的新品宣传快赏行动 确实是有新的产品要上来 而且是在台湾是第一次贩售 是草莓系列的产品 这个活动完全是由员工自发性的 他们自己练习 然后希望说能够对于公司的产品的行销会有所帮助 那当然我也相当的支持 因为相信花莲的民众会非常的喜欢 这是什么系列产品 给大家考虑一下 是草莓系列的冰炫风跟这个派 所以它也是季节性的东西 对 大约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很短耶 非常短 希望民众会喜欢 麦当劳还准备了100份新产品要让游客免费试吃 过往游客听到这个好消息 马上前来排队要抢先品尝 你吃什么 你吃什么 你跟姐姐跟姐姐说 你吃冰冰吗 是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好冰哦 好吃吗 什么口味 草莓 以前有吃过吗 好吃 好吃吗 你吃到什么 你这是什么口味 草莓 草莓哦 你以前有吃过这样的冰炫风吗 没有 觉得如何 好吃啊 好吃哦 你呢你你觉得好吃 好吃 因为草莓的东西都蛮好吃的 蛮好吃的 我喜欢吃草莓的系列产品 季节限定哦 好吃吗 超好吃 我去拿着拍 什么口味 我不吃 草莓 草莓 好吃 嗯 这什么 就 草莓派 草莓派 你有吃过吗 没有 好不好吃 好吃 由于是季节限定 草莓冰淇淋3月15号 开卖到5月23号 草莓派 3月15号 开卖到4月18号 喜欢草莓酸甜滋味的民众 可得把握机会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